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泡沫之舞 轻制泡沫材料的奇妙应用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泡沫之舞 轻制泡沫材料的奇妙应用 听起来像是某种新潮的舞蹈风格 但实际上 这是一场关于材料科学的盛宴 首先 让我们来得解一下泡沫材料的基本概念 泡沫材料 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内部充满气泡的材料 它们轻便 隔热 隔音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承受相当大的压力 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把一块泡沫放在你的车上 车子会不会变得轻如红毛 当然 前提是你得确保泡沫不会在高速公路上飞走 泡沫材料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建筑到航空航天 甚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 比如 大家都知道的泡沫塑料 它不仅能保护你的电子产品 还能在你搬家时给你的瓷器提供温暖的怀抱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泡沫塑料 你的碗碟可能会在搬家的路上进行一场破碎的舞蹈 那可真是场面惨不忍睹 在建筑领域 泡沫混凝土的出现简直是个革命性的舞步 它不仅轻便 还能有效隔热 帮助我们在炎热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保持舒适的室内温度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泡沫混凝土 我们的建筑可能会像个巨大的烤箱 夏天时让你感受到热情似火 冬天则让你体验冰天雪地的感觉 而在航空航天领域 泡沫材料的应用更是让人惊叹 NASA的航天飞机中就使用了轻质泡沫材料来减轻重量 提高燃料效率 想象一下 宇航员在太空中漂浮的感觉 简直就像是在泡沫中翩翩起舞 轻盈而自由 当然 泡沫材料的奇妙之处不仅限于此 它们还被广泛应用于医疗领域 比如用于制作甲制和支架 帮助那些需要康复的人重新站起来 想象一下 一个人穿着泡沫制成的甲织 走路时就像在跳舞一样 轻松而优雅 最后 我想说的是 泡沫材料的应用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它们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还在许多领域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下次当你看到泡沫材料时 不妨想象一下它们在各个领域中翩翩起舞的样子 或许你会发现 生活中处处都有泡沫之舞的精彩瞬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电磁之舞 电磁材料的未来科技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神秘又迷人的话题 电磁材料的未来科技 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电磁之舞 想象一下 电磁材料就像是一位优雅的舞者 在科技的舞台上翩翩起舞 带给我们无尽的惊喜和可能性 首先让我们从电磁材料的基本概念开始 电磁材料是指那些能够影响电磁场的材料 通常分为导体 绝缘体和半导体 它们就像是电磁的舞伴 在电磁的节奏中或是引导或是阻碍 甚至有时还会变换角色 想象一下 如果电磁是一位热情的舞者 电磁材料就是那位在舞池中不断变换舞姿的伴侣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电磁材料的未来科技 近年来 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 科学家们开始探索新型电磁材料 比如石墨烯和拓扑绝缘体 石墨烯就像是舞台上的超级明星 凭借其超高的导电性和强度 吸引了无数研究者的目光 想象一下 如果石墨烯能在电磁中跳舞 那么我们的电子设备将会变得多么轻便和高效 而拓扑绝缘体则是另一位神秘的舞者 它们在内部是绝缘的 但在表面却能导电 这种奇特的性质让它们在量子计算和自旋电子学中 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可以说 拓扑绝缘体就像是一位在舞台上 只在边缘跳舞的舞者 虽然不在中心 但却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当然 电磁材料的未来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新型材料 我们还可以期待智能材料的崛起 想象一下 未来的建筑物能够根据外部环境 自动调节温度和光线 甚至能够感知人们的情绪 做出相应的反应 这些智能材料 就像是舞台上的即兴表演者 能够根据观众的反应 不断调整自己的表演 最后 我想用一个幽默的比喻 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电磁材料 就像是一场盛大的舞会 每一种材料 都是不同的舞者 有的优雅 有的狂野 有的神秘 未来的科技 将会让这些舞者们 更加默契地合作 创造出一场前所未有的电磁制舞 希望大家在这场舞会中 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步 跟上科技的节奏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在未来的学习和研究中 能够像电磁材料一样 灵活应变 舞出精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生物之意 生物基材料的环保新纪元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生物之意 生物基材料的环保新纪元 听起来 是不是像是 某部科幻电影的标题 其实 这个话题比你想象的要有趣得多 甚至可以说是环保界的超级英雄 首先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生物基材料 简单来说 这些材料 是从可再生的生物资源中提取的 比如植物 动物 火卫生物 与传统的石油基材料相比 生物基材料 不仅能减少对化石材料的依赖 还能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想象一下 如果塑料袋能用玉米淀粉做成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超市里大声喊 我买的不是塑料 是玉米的未来 说到生物基材料 大家可能会想到生物降解这个词 是的 生物基材料通常是可降解的 这意味着 它们在自然环境中能够被微生物分解 而不是像某些塑料那样 在海洋中漂浮数百年 成为海洋生物的新家 有趣的是 科学家们甚至在研究 如何利用某些真菌来分解塑料 真是真菌拯救地球的时代 接下来 让我们聊聊一些有趣的应用案例 比如 某些公司已经开始使用 蘑菇的菌丝体来制造包装材料 这种材料不仅轻便 坚固 而且在使用后 可以直接扔进土里 几周后就会变成肥料 想象一下 未来的快递包裹打开后 里面不仅有你期待的商品 还有一股淡淡的蘑菇香气 简直是吃货的福音 再来看看 生物机材料 在纺织行业的应用 现在 越来越多的品牌 开始使用从植物中提取的纤维 比如竹子 麻和有机棉 这些材料不仅环保 还能给你带来舒适的穿着体验 想象一下 穿着一件用竹子做的T恤 仿佛自己在森林里漫步 随时都能和小鸟们打个招呼 当然 生物机材料的研发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科学家们 在寻找合适的原材料 和生产工艺时 常常会遇到各种挑战 比如 有些材料虽然环保 但生产过程 却消耗了大量的水和能源 简直是环保界的自相矛盾 不过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相信 这些问题会逐渐得到解决 最后 我想说的是 生物机材料的崛起 不仅是科技的进步 更是我们对未来的责任 每个人都可以为环保 贡献一份力量 从选择可持续的产品开始 记住 环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而是我们每个人 都能参与的行动 所以 下次当你在超市 看到那些 用生物机材料制成的产品时 不妨微笑着对它们说 谢谢你 拯救地球的英雄 让我们一起迎接 这个环保新纪元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 我给大家带来了 关于轻质泡沫材料 电磁材料 以及生物机材料 三位舞者的精彩分享 它们在科技和环保领域的表现 简直就像是一场盛大的舞会 各种奇妙的应用 让人叹为观止 首先 我们聊到了轻质泡沫材料 它们在建筑 航空航天和医疗领域的广泛运用 犹如一位灵动的舞者 轻盈而充满力量 接着 我们的电磁材料 则像是一场充满未来感的电磁之舞 特别是石墨烯和拓扑绝缘体的崛起 让科技的舞台 充满了无尽的可能性 而最后 我们在生物机材料的讨论中 看到了一种环保的新纪元 仿佛一只翱翔的生物之翼 带领我们走向可持续的未来 在深入分析这些材料时 我不禁感叹 它们不仅在各自的领域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更在为我们创造一个 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无论是轻质泡沫的保护作用 还是电磁材料的科技潜力 亦或是生物机材料的环保使命 这些舞者都在为我们 描绘着未来的蓝图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材料 在生活中的应用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是否也曾体验过 泡沫材料在搬家时带来的安心 或是在使用电磁材料时 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见解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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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